TVB台庆班长里全程瞩目,据统计全香港最多大约有262万人收看,但节目结束后,香港的广播管理局一共受到63宗投诉,包括24宗不满市地结果,10宗不满事后赛果,9宗不满聚集赛果,有3宗则投诉时间控制的不好。 外人民林峰在赛前被捧为大热门,因为其人气和粉丝团数量庞大,在TVB采取一人一票的新赛之下,优势可谓十分明显,但他最后还是未能阻止林耀祥第三次登顶,再公布奖项一刻,虽然林峰也有上前恭喜林耀祥,但就被摄影机拍到对人欢笑被人愁。 林峰离奇输掉,有网民随即要求TVB公布所有候选人的得票数目,而根据TVB当天晚上公布,一共有1542922名市民参与网上投票,夺得市地的林耀祥,一共获得114947票。 但是对于第二名之后的候选人究竟得票多少票,TVB外事部总监曾行明就坚持不公开,让林峰的冤案更加扑朔迷离。 而对于事后预奖的归属,外界一直都有盛传是杨仪跟徐子山之争,结果杨仪以11795夺得事后。 第二名和之后的候选人拿到多少票,观众当然也无权知道,但有TVB员工却爆料,指TVB内部的投票大都投给蛇士曼,怀疑杨仪最终实现零的突破,是因为蛇士曼已经跟TVB分道扬镖。 TVB选事后的潜规则,前提就是要选经济合约在TVB的亲生女。 另外,为了安抚林峰,有传TVB将会在下月举行的十大金歌金曲颁奖典礼,将最受欢迎男歌手一奖颁给林峰作为补偿。 到底这个阴谋论最后会不会成,请大家拭目以待。 搜狐视频娱乐报道香港报道